大家好,我是雲丹 我是鲁翔 今天我看了影片 謝謝 我看了頭髮了,現在頭髮是黑色的 文章剪頭髮了,所以現在頭髮變得比較短 對,真的短了 對,還有泡沫也塗了 我一直都塗了 對,我對文章有泡沫的泡沫是比較好看的 我一直都塗了泡沫 今回的企画是很久以前的愛用品企画 喔,幾個月? 超久以前的 因為我們兩個之前搬家從東京搬到熊本這裡來 就幾乎都沒有買東西 與其說是都沒有買東西 應該說我們是在斷捨離 就把一些不需要的東西丟掉 不然那個搬家費全部都會收上去很貴 因為我們一直在斷捨離的關係 所以就沒有買新商品 就一直沒辦法拍愛用品跟大家講 那有很多人都留言說想要看我們的愛用品 真的不好意思讓大家久等了 就是我們現在熊本比較安定之後 終於有在這裡添購一些新的東西嘛 可以跟大家做介紹 基本上是在東京搬到熊本這裡來的 所以我都沒有買什麼都沒有買 對 這個單元也不是說會每個月都一定會做 但是我們兩個家有買東西 覺得喜歡的話我們每個月就會拍這個影片 再請大家多多指教 那我的第一樣商品呢就是洗顏慕斯 就是洗臉用的慕斯啊 那大家應該也知道為什麼現在文章銷售 因為他剛才突然有一個東西想要介紹給大家 所以他現在過去拿來 但先不理他 我先繼續講 其實我之前就有在Instagram上面說過 就是我想要換新的洗顏商品 然後我就有發提問問大家說 有沒有人有推薦的洗顏商品 然後結果大家傳超多給我 但是因為太多了 我真的不知道要怎麼選 然後那個時候就有一個廠商 他有看到我的那個提問 他就跟我說 我可以試試看這個洗顏慕斯 那因為我的皮膚是非常非常乾燥又很敏感 我之前有在影片裡面說過 因為我有一點先天性的皮膚炎 然後皮膚很乾 所以我那時候也有問廠商說 這個洗完會不會很緊繃 因為我的皮膚真的太乾了 要是用一般市售清潔力比較強的洗臉乳洗眼的話 我的皮膚洗完就會非常的繃 很容易長皺紋啦 那廠商就說不會 因為他們這個裡面是比較多植物性的材質 又有加維他命C 然後主要呢 這個就是洗完之後不會繃 他這樣講不想說就可以試試看嘛 其實洗臉乳我用過很多種 有用泥的 又有這種慕斯的又有用凝膠的 就各種我都試過 然後其實他們都有一個共同點 就是你一定要把那個泡泡打到很綿密 這樣你洗臉才會有那個效果 可是就是因為要戳泡泡那個順序太麻煩了 所以我自己是非常喜歡慕斯的商品 那個時候那個廠商其實還有推薦我另外一個是泥狀的 可是我比較喜歡慕斯 所以就說我要試慕斯 然後我自己用完之後真的很喜歡 就是我已經用了一個多月了吧 我用一個多月差不多用掉這樣 所以我自己估算用1、2、3 因為一瓶我自己覺得應該可以用3個月 可是我有時候早上沒有洗臉 因為早上你只要用水沖一沖 我不想過度清潔 可是那是因為我的皮膚太乾了 如果說你們皮膚沒有這麼乾的話 不一定要像我一樣早上不洗臉 然後他因為這個是慕斯狀的關係 所以他泡泡非常綿密 而且很方便 所以你直接這樣擠就可以拿來洗在臉上了 然後差不多洗一次臉要擠4到5下 我擠給大家看喔 來囉 せーの 喔 就長這樣就長這樣 那你又一模 就都電腦的你又一模 對 那你又一模很綿密的感覺 對 對 幫我知道 電腦的 對 對 可是文章沒有用過 我沒有給他用 我只想我自己用這樣 幾次五下之後 我就把它這樣弄在臉上 然後搭配洗臉機洗 我之前洗臉機有介紹 我忘記也放在上面 大家有興趣的人可以去看一下 因為有些市面上的洗臉 對我來說都清潔力太強了 可是這一款就不會 如果你是跟我一樣 覺得打一些泡泡很麻煩 然後也喜歡慕斯商品 然後就是很討厭那種洗完皮膚很乾的感覺的話 這一瓶的話我是真的非常推薦 如果有興趣的人的話可以試試看 続きまして 私の一つ目的商品といたしましては 登登登 Japan Venueっていう商品なんですけど 車の音楽を鳴らすものです まあこれちなみラジオとかもできるんですけど 主に自分は曲を流すのに使ってます でこれの一番特徴としては Bluetoothで音楽を飛ばせるってことです なので自分の携帯に入ってる好きな音楽を これにBluetoothで繋げて 音楽を流すことができてます しかもこれすごい高音質なんですよ う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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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すごい重低音がすごい響くので ド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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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みたい 響いてくる感じで すごい好きなんですよね 文章声音都愛聽那個 ママボン的那個ヒップ啊 而且真的很特別是 他不是這樣子音響在那面發出声音 是跟整個車子坐連結 所以車子裡面發出声音 就那個聲音很立体的啊 でしかもこれのいいとこが ここで操作できるんですけど これをひねるだけで 次の曲に飛ばしたり あとこれをポチっと押すと 曲が止まったりできるんですよ だからわざわざスマホ画面で操作する という必要なくて 運軟席的左下方的運軟席 就可以操作了 這個Amazon買了 價錢是3500元 太好了 其實在文章買這個之前 他有先去買一個音響 也是藍牙連接會放音樂 可是就是因為那個聲音不夠立體 文章覺得不行 他想要追求更好的視聽感受 他就去找了這個 然後就買了 就是真的是還不錯 前方的聲音是充電式 每次充電しに行かなきゃなかったんですけど これはもう ホルダーに繋ぐだけなんで ガソリンがある限りは できるんですよ なんか充電する必要がないっていうのも利点です それとあとこれで通話もできるんですよ ここの今ボタンがあるんですけど 使ってきた時に ここのボタンを押すだけで会話ができます だから通話しながら こうやることなく これがボイスとなって 音源を拾ってくれて 会話することもできる あとやっぱり車運転する時 寂しいじゃんやっぱり音楽はないとね 会った方が絶対盛り上がるし 眠たくにもならないんでいいと思います それとあとこれいいとこがもう一つだって なに? ここにUSBポートがあるんですけど このボタンは雄本市区逛街で買ったんですよ これを買った時期間 2つは3月中半から3月初に買ったんですよ 忘れはもう1分間了 このボタンを買った時期間は このボタンは一開始が気になったんですよ これは形状で これからこれが平らないで これからこれからも少し回転し 後面に引っかけにしてくるのが 整形状の感じは 我覺得有點像賀本風格那種感覺 就是法式巴黎浪漫 綺綺綺綺 然後它的顏色我覺得也很好看 很特別 因為其實現場有其他顏色的帽子 但是就是真的是這一款最特別 素材也有很強的 非常乾淨看起來 對 然後就是很有氣質 而且它的特色就是 它壓的時候都不太會把它的形狀摧毀掉 因為我每次喜歡買帽子 就是我有非常多的帽子 可是因為有時候就是因為要飛來飛去嘛 然後有時候就放行李箱 然後帽子的形狀就被壓壞 可是這一款就是不會 而且我覺得戴起來也很好看 登登 跟 好啦 喔 贏耶 對 贏耶 超贏耶 那我跟文大愛之前去那個Sakura no Baba的時候 我也是戴這頂帽子 那時候就有很多人在上面留言說 這帽子是哪裡買的 有沒有網址 就這次沒有網址 因為這個是我在選本的路邊買的 然後這一頂我記得好像是 日幣三千吧 本來一開始就覺得 啊 好貴喔 然後我就放棄了 我就離開 可是後來就是念念不忘 就覺得這帽子真的太好看了 所以我又走回去再把它買下來這樣子 然後我自己有另外想一個這個帽子的 阿蓮姐的方法是 所以你可以去買那個粗的繃帶 然後在這裡也要綁個蝴蝶結 這樣子就是又另外一種不同的感覺 這個是我最近覺得買的真的是超級值得的東西 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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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じゃあ 続きまして トゥトゥ 文章的第二種產品 這個スカルプD 為什麼要來的呢 它是很薄用的 普通的シャンプー是沒有薄用的 普通的只是綺麗化 它真的有薄用成分 它有薄的臭味 頭皮的感覺 它很舒服 薄的感覺 你會覺得很薄用的嗎 對 薄用的感覺 不是很薄用的 我之前也有在愛用品的影片裡面有介紹過 我有在用這個 Scarlup D的女生版本 那個時候也是文章 因為他用了這個覺得還不錯 他就推薦給我 就是Scarlup D這個品牌 他要帶我去買 女生的沒有這麼重的藥味 就是不一樣的東西啊 但是這個品牌我自己覺得是還蠻喜歡的 我家的就是普通的シャンプー 那是非常棒的 另外一個 也是很高的 普通也很高的 是一種很高的 除了這個品牌 因為有很多有膩的成分 就是我全身有膩上的 我會不穩的 但現在是很硬的 變硬了 好,我想想吃了 三个就是这个 这个是最后一个 就是这个是我跟文章两个都有关系的 就给文章放在最后一个介绍 一冊还没有需要 年轻的五位 語役大战 登登登登登 理事业内的五位都有很多 插手动 我国家都不太懂了 文章刚才讲的那个插手 它写的汉字是严专 其实就是专严的意思 只是日文是相反的 然后文章没听过 可是我們講中文某一堆 你看到就知道了嘛 就其實我講中文跟文章日文還是不太一樣 因為我們通常看到漢字就知道說 這個詞可能是什麼意思 可是文章可能不知道嘛 所以看這本書有趣 就是我們兩個會討論說 欸你知不知道這個意思 喔這個意思在中文是這樣嗎 我講很有趣 我是Ru-chan購買了 語彙力比較少 語彙力增加了 Ru-chan購買了 優雅的心裡購買了 這個原因是 所以我講中文在上司時 我使用這個詞 喔?你懂的嗎? 我看過這個詞 所以我覺得非常好 這個項目是 《体調を崩す》 《授業》 是二項目 基本上一項目 這本書感在日本人最近還蠻受歡迎的 因為我們兩個去書店的時候 我就看到這本書被放在很明顯的地方 拿出來看就覺得 它的編排方式還蠻適合文章 比較沒有讀書習慣的人 就覺得還不錯 可以推薦給大家 以上就是 這個就是我們兩個 四月的愛用品 我也是在新生活 車輪運動 我也是在新生活 我也是在新生活 車輪運動 真的是生活型態改變之後 就會購買各種不同的東西嘛 我們兩個最近還要買其他家店 如果喜歡的話也可以推薦給大家 我覺得這個是隨著我們的愛用品 就可以改變到 因為我們兩個真的生活變得不一樣 很有趣的事情 好 那這個影片就這樣子啊 今天我們介紹的東西啊 就是我都會把它的名字 或是如果有購買的網站啊 沒有的話就不會放了 我會放在那個資訊欄那邊 有興趣的人都可以看一下 好 這樣子啦 掰掰 大家再見 掰掰 掰掰 掰掰